股神明事 别接刀 买的好也要 躲的好 巴爷爷的话 听听就好 小心变大韭菜哦 股市变舞台 黑线指方向 赶快订阅万老师 欢迎收看万事很通 股市情报已经很通 我是猫家 我是一级调查员 婉伦 哇 安国的吉祥来到51.87% 上周的机密文件 正要也有9.86% 标股都在 局长的LINE 局长局长 项明都在讨论 巴菲特手上的 现金好多啊 想紧赶快来看 我的黑级情报吧 根据新闻报道 亿万富翁 投资者巴菲特 掌控的波克夏海瑟威 目前现金储备量 创下新记录 达到1572亿美元 这不仅代表 他受益美国利率上升 也表示因为 缺乏有意义的交易标的 无法让他进行 更多的投资 原po就表示啦 新闻报道 波克夏海瑟威 目前的现金储备量 创下新记录 巴菲特的投资原则呢 就是买进 被低估的好股票 长期投资 这篇新闻显示 巴菲特可能认为 现在股价太高 很难找到 被低估的好股票哦 那么网友就回复啦 股神真会 快认错 买回台GG 买点还不大 还是说 要崩了 想问局长 现在行情真的很差吗 台积电都不能买了 资金避风杠又在哪里呢 就这个问题哦 现在行情当然不差 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 进入投资市场 先放开 拜神文化 举个最好例子 比特币今年满15岁了哦 首次在交易所 交易来 上涨3449万倍 那巴菲特从低点啊 就看了他涨上去嘛 然后死鸭子嘴硬说 这个是垃圾哦 到现在还整天嘴炮说 这个是会泡沫啦 另外上个月新闻 巴菲特 卖510万股 汇普 在26美元左右 当时的成本大约在 每股啊 30块美元哦 也就是停损卖出哦 再来今年年初 台积电大涨 巴菲特在大涨前 全部卖出哦 他几乎是卖买在最高点 卖在最低点哦 不想我还以为他在做空呢 后面是嘴炮说 不喜欢台积电的地缘政治嘛 所以听听就好哦 那另外呢 大家要找资金避风亢 因为目前台股在震荡格局哦 我建议可以找较短期的题材哦 譬如即将要过年 可能观光类股 会有一波的走势啊 或者是接下来哦 第一季忘记的一些题材类股 当然是哦 比较好的选择哦 还是要持续收看我们的节目啦 谢谢局长的解析 接下来将进入破案环节 总部会随时来电抽查 局长和探员将进行抢答 最多三题 如果我成功次数 赢过局长 那么局长最后的机密文件 就会直接公布了哦 大家也可以跟我们一起猜猜看答案是什么 也别忘了帮我们按赞跟分享哦 有任何的问题 欢迎做留言 总部来电接 好 总部临时抽查 第一题 送分题哦 给抢答哦 请问水分占人体多少百分比 70% 没错 谢谢局长 好的 感谢总部的来电 那我们赶快来看一下今天要破解什么案件吧 先带大家来破解的是红杰科 哦 第四季接单需求热络 股价上能不能跟着热起来呢 能不能来听我解析就知道了 这个案件是红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以制造生化钾一直界面 双级电晶体与钾型高速 电子迁运率电晶体为主之晶片厂 在2020年8月 中美金参与红杰科私募 认购红杰科4500万股 之后中美金成为最大的股东 它的破案件是五颗星 证据就是手机需求回温 PA族群成长动能转强 红杰科10月的营收在3.26亿元 连6个月缴出年月双征的亮眼成金 累计前10个月的营收 也重返成长的轨道 第四季乐观 预估将计真20%到25% 全年营收 力拼成长两成 上看26亿元 且明年首季有望淡季不淡 总部来电接 第二题 红茶与绿茶的差别为何 茶树植株种类不同 是否经过发酵 风陪时间长短 风陪时间长短 发酵 没错 我是发酵 感谢总部的来电 那我们接下来要破坏的什么案件呢 接下来破坏案件是细利KY 他们承说一台电动车可达30美元的产值 明年更渴望提升到60美元 局长怎么看呢 来看我解析就知道了 这个案件是细利节股份有限公司 为英属开曼群岛之控股公司 是一家专业类比IC设计的公司 他主要团队来自于美国的矽谷 从事电源管理IC之研发设计销售业务等 那为全球少数能生产小封装 高压大电流之IC设计公司之一 他的破坏案件是四颗星 证据就是 细利KY虽然上半年受到提列存货叠价 损失的影响 影响获利的表现 不过随着库存的状况已经开始逐渐的好转 存货周转天数已经减少至184天 而且近期在消费性电子出现急单 另外近期底部开始盘整已经成型 有逐渐转强 准备突破盘整区域的趋势 第三通电话总部来电阶 第三题 我们接级居长加油 古时候的香草味是用哪一种材料制作的 鲸鱼的呕吐物 海迪的钢门线 古龙的大宝石 山羊的味洁石 鲸鱼的呕吐物 不是 第四个 不是 你太复杂了 第二个是 第二个是海迪的钢门线 跟第三个 古龙的大宝石 古龙的大宝石 怎么哪一人是古龙啊 那第二个 没错 海迪的钢门线 钢门线 它是说海迪香哦 它是海迪钢门线的黄色分泌物和尿的混合物 它就会有香草的味道 哦大家喜欢吗 我是喜欢吗 喜欢吗 喜欢吗 好啦 看来也没多少人喜欢嘛 不过呢 还是谢谢总部的来电啦 大家学起来了没 那么接下来我们要看什么案件呢 接下来破解案件是华兴科 这个案件是华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为晶片元件 感控元件等相关产品之专业制造商 产品有基层陶瓷电容器MLCC晶片 射频元件 高频设备等模组 为排名全球前五大的MLCC制造商 它的破解案件率是四颗星 证据就是华兴科第三季的毛利率 盈益率 双针 推升单季的获利 占上近8季的高点 在手机拉货的助攻下 Q3获利创两年的新高 单季EPS达2.18元 那接近上半年的EPS2.31元 另外走势突破盘整区域 将有机会持续的往上做一个上攻 挑战去年的高档位置 谢谢局长的解析 刚刚总部抽插 虽然我成功赢过局长 但是我任性决定 今天的机密文件不公布 但是呢 我们的局长还是会给大家一点点提示的哦 那我们来看下去就知道了 机密文件是 在今年双11推出八大优惠攻略 11月1号开跑第一小时全战的业绩啊 相较于去年同期成长于两倍哦 预期第四季渴望较衰退的去年同期 有更加的传统旺季表现哦 另外就K线图上来说呢 近期的加位置低档盘整后 开始反攻 目前已经在高档形成三角往上压缩 有机会往上喷出哦 谢谢局长的解析 想要知道机密文件的话 也记得加入局长LINE A跟TerryGren 外事很通 我们下回再会 拜拜 拜拜 哦 烦死 每次下班前才叫我做这个做那个 每天马上没时间吃饭 还要一直处理同事的烂谈 难道公司要给我两份薪水吗 所以你需要的是 严选最专业的分析阵容 从总体经济 股票分析之根本 最得实地则方产业 并在收看频道 给您最全面的看法 加入理财收看 让你赚金第二份薪水 请不吝点赞 订阅